字幕被回顧客 字幕作词 转发 打赏 language 转发 打赏 消息电台 一 不 三 啊 3 2 1 2 1 2 3 4 坐在旋遊 坐在旋遊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早睡早起 早睡 來 來 FM2200 漁夫設計天台 大家好 我是漁夫 辛苦 現在要做節目就要運動 不然運動 這比較像運動 像我懷孕 不過這個是 如果懷孕的話 叫我太太有坐 沒有啦 不過我們知道 這個 我們這一般人 我們在看我們男人在外面混淌 真厲害 男人說我 外面混淌的時候 你們男人都不要管 這個人也有男人在外面混淌 一般這個男人跟這個女人 不一樣是什麼 男人如果是早上去做運動 怎麼做 不不 早上去做 隨便是先去做運動 做什麼運動 是趕去打鼓鼓 在那裡 咕咕咕 整個早上都在打鼓鼓 打到現在 打完 洗身褲回去到辦公室的時候 是中到時了 現在整個步在做什麼 就是在討論說 我早上 打這個 十八東 總共打幾間 我是打了怎麼 就四街打電話 給朋友說 我今天可以打了怎麼 所以這個說起來 聽起來 聽起來 這個大伯人在做事業是這樣 到晚上做什麼 去酒店 酒店才是真的在說生理 這是我們台灣一般的生理人 他們聽說的 我是不知道說生理這樣沒有 不過聽起來說生理都是這樣做出來 這就給我感覺很深色 台灣剛才沒有人做生理 那沒有人做生理 有 我今天我有兩個朋友 最簡單 我們有一個亞歷三大健身中心 他的數據很多 這個唐亞軍 我們完工四百多月 教雄他也是數據很多 他也很大 他也聽說 這裡有一個人去酒店 還有另外一個莊亞軍 這個我們就知道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就是那個 這個 他就是美登峰的老闆 當事長莊亞軍 奇怪 我知道跟他們分別吃飯 我就說請問一下 這個人一般 說這個企業在經營 分檯面上跟檯面下 上面是檯面上 檯面下 檯面上就是說 大家本來就說好 在做生理 結果 這都是商場上的這個 表面的位 不是屬性的 檯面下是怎樣 檯面下就是 在一些特種場合 譬如說 剛才應修 甚至剛才打招呼 然後慢慢的 我向你學習 怎麼做生理 你向我學習怎麼做生理 可是 說起來也很奇怪 這個 男人這樣做 你男人如果沒有這樣做 你在這個 商場上要怎樣 跟人家可以收拼 他叫我問他們這兩個 他們跟我說 不一樣 說不一定要應修 也不一定要應修 也不一定說 就要去酒店 對 他們是怎樣做 叫我問這個檯面上去 他就說 書記上 他有很多社團 然後最重要是說 他都是用這個生意 來經營他的這個事業 所以他每一到 那個 剛才做生理的時候 他就表現說 我是一個 真人真真生意 很有專業技能 還有很有企圖 心的 一位流行 我們知道還有一位 這個 目前這個女性主義 大家最崇拜 叫做陳文健 陳文健說 女人的權利 要去把男人騙來 結果我這兩個名字 說不行啦 不是這樣做 女人最重要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 打出一片天來 要怎麼打出一片天來 我今天特別請他們兩個來說 好 他們兩個 中得他們的這個事業的秘訣 當然 我們不懂得會挫折 而且要知道 我們他們兩個都是白手使者 譬如說這個唐俠軍 他是 簡單 兩三百萬 起雞 另外這個專學軍 他是差不多十幾萬起雞 但是呢 才有最做到 現在都幾個月的這個 營業 營業額 所以剛才 你呢 還是在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可以有一片天 不一定說就要 去跟男人這樣拚 怎樣 主要你做事要有認真 相信就會成功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請他們兩個職位來說 我們休閒一碗 先祝大家 iPhone 2200 一副社區電台 看到兩位女強人在這裡 稍後再拍謝講話 沒關係啦 慢慢說 不要生 阿嬤真的 你一直摸你的肚子 又是你瘦身失敗 是肩膽這麼大顆 不是 我現在一定要讓人家知道說 生兒子這樣 可以跟人家講一下 因為都被笑很久了 笑說都生肚子 你不是都依你的身材為傲嗎 我是身材很好 沒有錯 就是因為我很有自信 所以我不怕再生第三胎 所以現在再來試一下就對了 對 真產爆裹 他從事這個行業 多生幾胎 都不用擔心身材變形 對不對 沒錯 這多好嗎 生兒子 生兒子不是要摸得燙得燙 還不是還要燙 他說懷孕的時候 這個生意會比較好 有沒有 奇怪 那可見以前的生意就是 就是沒有懷孕是不是 不是 好像以前都還 以前到現在其實都不錯 其實都不錯 那就差不多 懷孕了以後 就是跟著你的指數 就是跟著這個 小孩的這個 業績一起成長就是了 真的嗎 有嗎 有嗎 有沒有 我問你 你問我 你沒去 你沒去 你再再去就會更好 後來 兩位都是我們這個 業界的 兩位在這個 都是女人 但是你們兩個單獨 我們兩個當然都是女人 你不可以怕死 真的是 你不要被打開了嗎 我兩個真的都是女人 絕對純的 對啊 靈為女人的 後來 兩位在這個創業的過程裡面 大家坐下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非常好奇 做一個女人 然後要來創業 當然會非常的辛苦 來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唐亞軍的 這是李登輝總統 吃完鮑魚以後 就跑到這個 李登輝的這個健身中心的 不是 唐亞軍的健身中心去運動 是不是這樣 不管你吃什麼 你吃洗飯也可以到我們那邊運動 不一定要吃鮑魚 才可以來運動的起 這樣 所以這不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 這是你第三種 這是第十七階創業楷模 青年創業楷模 青年創業楷模 這非常好 所以這個總統的特別在招見 來 看這個 這邊這個是趙索伯呢 瘦身成功接受我們的莊亞軍 這個妹登方的頒獎 是不是這樣 不是啦 那個是那個什麼 那個是那個 那個什麼 成功十大 那個傑出企業家的頒獎 喔 原來是這樣 對啊 對啊 不過趙索伯是很散 那不需要瘦身嗎 沒有 他一直 他也不是我們的目標 你知道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對象是女性嘛 對啊 對啊 我們趙秘書長 他本來身體就很健康 對 身體 他一直都這樣 他不要到面的登峰 他到亞歷山大來做保衍 對 我還是照顧不知道 聽到沒有 馬上這個唐恰軍的高興 馬上幫他報名 對 馬上把他報名 來 唐恰軍這邊這是 這個是連戰這個副總統 在頒完這個 獎給這個唐恰軍以後 就花式收不在打高爾夫了 然後從此開始 把小白球改成健康俱樂部 去游泳 是… 跟這樣 對啦 開玩笑的啦 這個也是這個就是十七階的創業楷模的一個頒獎典禮 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大大需要運動的 沒有啦 也是一個 就是我們青創會我們接受這個吳伯雄 那時候他在內政部的時候他的召見這樣子 所以你剛才得到你講話時大結出什麼企業家以外 你還得到什麼樣子 譬如說像那個什麼金爵獎 或者是像那個妹登峰的那個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的金句獎 還有那個台北市政府頒發的優良商號這樣子 什麼是金爵獎 他金爵獎他就是在一百大企業裡面 選出他有一個優良商號跟那個商品 就是說你的商品是屬於比較優等的 那麼在這裡面找出每一個行業裡面的一個翹楚 那麼他就是頒發這樣的獎項代表肯定這樣子 對 因為實在是都最多的行業 還有這個號碼 好像獎領的報告完 你看看 這是還有什麼獎 中國時報 對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以前年他舉辦了一個那個百節 就是一百個傑出青年 然後那時候好像最後選了50名 他說 也就是寧可這個 那個比較優良的他另外50名下半年再選 結果從此到現在都沒有再辦過了 是啊 那時候我就是有參加 我就是第51名 這樣吧 沒有啦 我去參加大家 然後100名以外 來 這個 你這個是 奇怪 這個怎麼有政言去那裡 是不是創作的 不是啊 這個是自我去他那裡 是你去 對 因為那個我們都知道政言法師 他是很提倡那個健康的概念嘛 那麼我們剛好發行的那個健康塑身經典 也是提倡這個健康 這樣子 那就是說要大家多 就是說多運動啊 然後就是在飲食方面要做一個調整 那這個是整套的錄影帶 也是全台灣首創的 因為台灣沒有人去發行 有關於這種健康生活的錄影帶 所以這政言去 那我就把這個送給政言法師 那另外呢 就是把這個的這個義賣呢 那一次剛好賀博台風 那我們就把義賣呢 就是如數呢 就是都捐給那個什麼 那個慈濟功德會 這樣子 所以這是你回饋社會的一個 對 就是那一次就是義賣 為了賀博台風來義賣 湯家軍也當然 你們當時也是有些 做一些回饋社會的東西嗎 對 我們現在做的這種 就是公益活動 大概分為幾個方向 第一就是我們每年會引進一些 新的這種運動的方式 然後來全省做一些巡迴的這種 就是 義務的宣傳 然後還有教導跟研習會 像我們在四年前我們就引進那個 踏板運動 然後前兩年有水中 那時候很奉行 對 而且他還發明這個獨家的這種 適合東方人體型的這種踏板的是不是 對 然後還有水中有氧 有的時候這是自己去創造 有的時候是引進把它本土化 那就每年都做這些 那當然就是再配合一些社團 像我現在的建研會 青窗會 我都好像義工一樣 整個公司的人都在義務做一些活動 像今年我們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 25週年慶 那我就幫他構思一個是用 以前都是辦晚會 辦園遊會 這次我就做一個運動會 讓這些企業家一千個從各地來 來跑這個大隊接力 來拔河 來做一些這個趣味競賽 那就由我們公司就義工 大家義務來幫他報 希望把這些健康的這種運動 或者健康的這種聯誼活動 帶入社團 不要跟人家唱卡拉OK 唱怎樣怎樣 這種方式大家來聯誼 走到一些戶外的比較不一樣 不過你這個說的 我剛剛發現你的點子創意非常的多 兩位都是事實上有很多創意點子 你平常一個作為一個 你現在都女性的主管 都是社會上你自己去做 你的創意是怎樣來的 你的一般來 其實我覺得就是 相信我 你可以做的是你自己做的 對 我們公司的廣告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自己內部企劃部這邊來運作 然後發想之後 再交由那個Polation House他們來做製片 來做拍攝的這個動作 那事實上我們在這個 在像 譬如說像剛剛亞軍講的這種義工 就是說在這方面的宣導 事實上美登峰也從去年開始 有在做免費的這個獎座 全省性的 而且是每個月定期都辦一到兩次的 就是說我們的會員的親朋好友 或者是他的爸爸媽媽 有高血壓糖尿病的人 他都可以來這邊免費的聽講座 免費量血壓 還有就是 我們可以來跟阿公阿嬤講說 你要怎麼吃啊 身體會更棒啊 這是運動 要多多的運動啊 運動到底要運動多久啊 那你的身體 你不是說運動的時候 下去攪拌什麼會記得嗎 這個運動的話 就是說 對 有很多方式 沒有啦一直存在公義的 對 就是說運動的話 我們也可以到健身房去 那也可以在爬爬山啊 在家裡啊 譬如說像爬爬樓梯啊 這樣都可以啦 上步都可以 其實我們在做有時候 不是只是說要他來我們這邊 其實最主要像我在經營這個事業 我不曉得鍾老師怎麼樣 我15年來 我接受的壓力不是競爭 不是說因為別人開我就沒有生意做 跟自己競爭 還有另外就是帶動風氣 所以為什麼我寧可 因為我們不像這個做美容行業 我們的廣告預算很大 我廣告預算不大 可是人家覺得 你雅資雅你怎麼這麼有名 其實我是怎麼說 因為有限的廣告 我寧可把它放在公義活動 我先扎根 讓大家大家都來運動 不見得來我這邊運動 可是有一天 當他想運動的時候他覺得 曾經有人貢獻過我們 曾經有那個團體不做 曾經有人告訴過我們說 應該來運動 然後他也許他想到我們 所以我們在做 我們有限的廣告 我們的廣告方式文宣方式 我會用公義活動來帶 所以這個很重要就是 扎根的就是教育的工作 像你當初你在開這個 亞歷山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整個這種運動的風氣 還不是那麼的盛 我說我做亞歷的時候 那時候15年前 我創業15年 那時候來我們那邊 跳運率舞的人 你給他一個包包 不是亞歷運率世界 他拿一個包包 他就會用毛巾 把那個亞歷運率世界遮住 他怕讓我們看到 說不好意思 我可能太胖 所以來這裡運動 不像現在說 我們現在到減肥中心 覺得很時髦 以前到減肥中心 都會怕認為到減肥中心 覺得到減肥中心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觀念性的問題 以前是這樣子 對 觀念性的問題 其實在美容瘦身業 也是有碰過這樣子的一個階段 像之前也是有些人 他認為說他到美容瘦身去減肥 就是好像不能讓人家知道 因為知道的話 就等於是人家認定他愛漂亮 就好像去整形一樣 有些人就說去整形 割個雙眼皮就很不好意思 其實反而有時候換一個角度 換一個角度去看他的話 會覺得說你看 我去改變了自己 而且是更好 反而有了自信就對了 對 我自己就一個親身的體驗 我在專科 你真是哪裡 專科四年級的時候 我跟我同學兩個 跑到我們那個學校附近 就是學校附近 有一個那個美容的東西 他說可以做那種 像蒸汽 就像我們現在蒸汽 可是個人的有沒有 做減肥一次好像200塊 那我們兩個就自己跑去 就買了四次 然後我們兩個發食 一輩子不能講出去 不要 那就是那個時代真的 對 一個階段 連跳運力舞都覺得好像 所以他知道 跳運力舞跟他的健康中心 這都是有經過一個 就是怎麼去看 其實我覺得說 他那個成長的過程 我們美容瘦生液也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 也是一樣的 他們也是 像以前整形也是這樣子 都偷偷跑去嘛對不對 現在不會啦 以前像現在的妹登峰 像美容瘦生液 現在的顧客他去做減肥 他可以回去跟人家講 我去減肥 我瘦下來了 而且我變健康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都滿滿的觀念的 這個形成就對了 對 是 不過你早期怎麼這樣說起來 早期要推的時候 就非常的困難 比如像你自己早期要創業的時候 那你那時候 你自己怎麼知道這個市場已經 有到這樣子一個成熟了 你那時候在做的時候你自己 我也這樣說說做 說到今天 對 有上一次 上一次有人問我說 你很有眼光 他問我 他跟我講說 我很有眼光說 你怎麼會選定這個美容瘦生這個行業 我說 他說你為什麼年紀那麼小 就那麼有眼光 我真的一直看他 平常先講 我們在以前年紀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 二十來歲 根本不知道未來的市場是怎麼樣 只有一心一意想把事情做好 就只有這樣子 然後就是鼓到熱場很雞婆 就是覺得說 我恨不得趕快告訴你 就是說你真的不要這樣吃 因為這樣吃真的太油了 然後真的你要怎麼吃 就是很鼓到熱場 你的意思是雞婆為成功之本對不對 有追調嗎 熱忱 就是很台灣話是講雞婆 沒錯啦 滿好的 一個生意人除了錢之外 要有一點這種 就是一點撒勁 他甚至就是說他要 除了生意之外 他要有一點那種 就是衝勁然後熱忱 然後這樣才能夠很好 產品才會做得起來 你光是錢的話 不注意產品 我想不會是長久的 不過錢也很重要 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你即使你看準的市場 但是你也必須要有一些資金 那你自己的第一筆資金是怎麼來 我真的有一個很偉大 然後比我更傻人傻乎的媽媽 因為我自己父親是職業軍人空軍 那我們家真的就是說 我記得小的時候 因為我爸都在外面 因為職業軍人長期在外 我媽媽和我一個生 我們三個人相依為命 然後印象中就是媽媽 就是說以前納會嘛 會錢到三萬塊的時候 就是一個會不要下來 他就把這三萬塊全部給我 去買一把摩托車 讓我騎摩托車去 從台南市到台南縣的 台南家專上課 那以前我們台南家專 是新娘學校 每一個人可能都是千萬富翁 你知道嗎 可是千萬富翁 他也不會買三萬塊的 摩托車給小朋友 可是那是我們全家的家產 後媽不要會 不要七萬塊的這個會下來 那時候摩托車要三萬多塊嗎 要 真的 15年要三萬三 為什麼 要嗎 為什麼 沒有啦 以前都是重型的 你現在都擠貫托車 他就變成了 現在不會掉了 沒有… 因為我以前也買過啊 沒有 我不是買那個百粒 什麼百粒啊 我不是買重型的 對 我買中古的 我買重型的 50cc的 好像我記得是8000塊 沒有 我買重型的啦 就是那種 90cc 3萬3 威斯巴這樣子 然後後來媽媽 又納了一個會七萬塊 她就給我買 因為我是讀音樂科武道主 她就給我買一個這個電子琴 那可是那些錢都是全部的 後來我到畢業的時候 我出來做事 我因為誤打誤撞出來想開業了 沒有錢 那我們那時候從台南到台北 買個國民住宅 國民住宅想說把它換掉 換個比較好的房子 那時候 中奧兄動物的房子一坪才8萬塊 可是媽媽換掉之後 把那些錢給我開店 那都是我們全部的家產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媽媽 也是就是 說人說好 那對我小孩 對我們小孩子 對我妹妹 對我們都是這樣 全力付出 所以這種動力要比說 每天叫你讀書 每天叫你做小孩子 做好孩子 來的壓力更大 我覺得我是因為家裡 那所以你做了之後 你只有一條路 就是做得更好 因為那是家裡的全部 你沒有第二個選擇 這樣我告訴你後來賺錢 不真的媽媽的那個 那是 抓起來獨打 所以我也覺得說 實在是他媽媽是這樣說的 實在是女太 對 沒有別的選擇 你就是要做好她 是 不過像你這種媽媽的人 實在是不多 不過我當然很羨慕她 對啊 因為我們的話是 不然你是怎麼樣 不然我們稍微等一下 我們給你的 好 謝謝 謝謝 來 這個 我們這個 Made 登方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這時候開始講了 你自己的第一筆 我們等一下聽她講 我剛剛都差點哭了 所以剛剛已經準備了那個紙 很感動 我媽媽實在是很很偉大 很偉大 你啦 你感動別人的 我呀 我其實 我們以前因為小時候比較 小時候比較苦 然後 那個後來的話是 自己呢 其實我 我練書的地點跟她一樣 在台南 她練台南家磚 我練台南聖宮女中 都是女校 都是女校 這樣子 她在唐女校才成功就對了 也不這麼說 然後那時候後來 後來那個低筆資金是 就是我那時候當女工 然後晚上 什麼女工 電子工廠的女工 電子工廠的女工 然後那個白天在百貨公司 當那個專櫃小姐 賣衣服的 你如果這樣過就對了 然後一天上兩個工作 那時候就立志 那時候一年半 大概做了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就把那個錢存起來 那就 變成是我自己的資本 那時候是多少資本 那時候十幾萬 我就是說女工 我剛才到現在幾個資本了 沒有 因為其實那時候十幾萬 蠻多的 因為做一個那個美容工作室 她可以 對 夠了 夠了 我跟你講夠了 真的夠了 還有剩呢 是啊 所以你現在開始在做 你不怕說這樣做 血本無歸 其實我那時候在年輕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想法 嗯 虧掉之後 反正還年輕嘛 留著青山在 不怕沒材燥對不對 是 然後他也不是很多錢嘛 大概花一年半的時間去賺的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虧掉就算了 反正 你錢雖然沒有了 可是有賺個經驗啊 所以這很重要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真的就是要試試看 對 像周老師這種開美容 就是因為美容中心很好開 對 很容易成立 可是你知道開美容 就是當美容師 自己開店的 很多很多人 可是周老師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企業 我倒覺得這一點 謝謝 真是 真的 來 佩豐好 你看 就是兩個都雅字 你看多好 你看 不過你的 自己的企業 很大 都先看這裡 好 來 這是你的這個 這裡面什麼 游泳池 對 這溫水游泳 對啦 這就是在我家的樓下 我每天都跳在這裡受水 所以你要看他的那個寫真 你就到我們俱樂部就可以看到 參加亞利聖拉俱樂部 還可以看漁服的寫真 你才把他拿著說夠 來 觀眾也拿著 這都是他的設備 這個設備 你這個設備都你自己 你整個的創意 原來你自己的這種設計裡面 其實基本上 我們這幾年會說說俱樂部 我從雅次到亞利山大 15年 不是亞利山大15年 很快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剛好搭到這個房地傘不景氣 房地傘不景氣 他都希望我們能夠這個 跟他合作 他希望比如說 希望我們能夠 幫我們引建進去社區 然後讓他的整個房子的價值 能夠提高 增加那個住戶的一個 整個這個 附加價值 所以有些案子是 建設公司他會幫我 他有要求說 要做這些設施 所以看這個比較漂亮 就是人家說硬體 你用軟體來經營就對了 有一些這樣子 有一些是這樣但是 就是說我們的一個合作方式 因為我 也許要我做 我可能不想做得那麼豪華 因為有些設計對我來講 不符合投資效益 可是他會希望整個 整個社區的整個這個 生活品質好 他說那我多做 你幫我代管 有的是這樣搭配 擅長的判斷更重要 這擅長的判斷要很精確 我們實際也很重要 剛剛 你什麼不親切 有你這裡有很多 這個設計真的很好 最重要的是這張 來看這裡 這都在我樓下而已 這不是你 這不是 沒有啦 這我 我 他可能不會蹲在這裡 會坐到那邊 對… 是啊 不然我是在說 這裡都是我家庭 沒有啦 不是啦 這不是 這都是好在你做運動的人 其實這些都是很多都是這個媽媽小孩子 都三個兩個 年紀到四十四歲左右 他們長期都跳有氧舞蹈 然後呢 因為有了俱樂部之後 他們也開始嘗試 這不同的運動方式 那你是說真的 是真的 我自己去我都沒蹲到 我太早去 沒有 你有蹲到 不過你不知道她是媽媽 這樣想 你同樣的你的整個的這種 你的環境 你自己的 是 我們是用自己的創意 下去做的 還是說 你有參考國外的 當然都要有囉 都要有 一定要的 像到國外 像我是固定每一年 大概會出國差不多有 三到四次左右 那麼到國外主要是 尋找一些新的 比較科技的儀器 設備或者是商品 這樣 還有均勻的一些know how 就是去參考國外的這樣子 不過這樣的話又說回來 我們女性在這裡 我們畢竟是男性的社會 而且女性在這種 這整個的環境裡面 你要創意的時候 你的朋友有很多事情 比如說 你要怎麼樣跟男人去學習這個 像你們 下午晚上也 你們也不去酒店 也不打糕 我的呼籠 太了解了 很多 我們知道 台灣很多生意場 也是在酒店裡面 他有一種經驗的傳承 在裡面 不是這樣 不過我不曉得 莊老師怎麼樣 就是我有很好的朋友 他是那個三勝之貌 戴勝通戴董事長 他就跟我講話說 就是這種 經營一個事業 就要不斷的學習 大家都知道 跟學習它分為台面上 跟台面下的 台面上就是 我們可能每天看很多報紙 看商業週刊 或者是我們在工作上 或者是說 去看國外的展覽 這種技術面的 但是台面下的就是說 常常利用一些社團 一些朋友 在聚集的時候 可以吸收到別人很多經驗 然後互相在談的時候 很多想法 他覺得女孩子在這方面 可能會比較吃虧一點 那 所以你怎麼補足 像我還好 我就是有一些像他這樣的朋友 他們給我真的很好 就是很多真的是 沒有什麼利益關係 就是真的很 像這個戴勝通他告訴 戴董事長他告訴 我媽媽 他們身腳他們清水 台中清水隔壁的鄰居 他對我我都嫌阿咕阿咕 那他把他一些好朋友 就像一些李承家 李董市場什麼的 他們都會 一些經營事業成功 都會願意給我 在有限的一個場合裡面 幾乎都很 就是提供我最好的資訊 給我做一些勉勵 給我一些 那我們經營 如果說今天我沒有底子 可能我會跟會不夠 不知道要講什麼 那加上我們已經 碰到他們的時候 我們剛好都已經有 12年的基礎之後 你正在尋找 你應該怎麼去發展 就他們給你一點 你就會通 所以我覺得 我還好很需要這些 這些這些算長輩也好 他們都對我很照顧 所以女人創業師 也不必都一定要 像男人一樣 說趙一桌 怎麼這麼做 可是我覺得台面下的學習 真的是有必要 很多東西我們自己摸索 太久了 那你透過一些別人的經驗 一些長輩的經驗 一些企業家的經驗 你真的可以縮短你的學習過程 你會原來想到說 我的事業也可以那麼大 想不到我的亞歷山大 也可能有一天可以上櫃 怎麼樣 你不會有那樣的一個奢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女生在這方面 確實比較吃虧一點 真的 莊安慶你自己覺得 你覺得 不是說大家 你也是沒有做酒店 你怎麼學習企業經驗 其實我自己 我是覺得 學習在我個人來講 我分兩種 一種的話 我分為對內 一種是對外 那所謂對內的話 我覺得我是 在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經營這個 魅登峰這個企業的過程當中 我對內的話 是跟我的員工學習 因為我覺得我的員工 這一點很重要 等一下 這個員工學習的這一點 就是很重要 你也同樣有這樣的經驗 這是一定 員工學習 客戶學習 同業學習 自己學習 就是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你 其實經營的事業 真的不是一件 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請了專業人士來 變成你學習的對象 對 我覺得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跟員工在一塊的時候 我學到蠻多的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說對這個 對外來講的話 就是像剛剛亞軍講的 就是跟一些長輩 事實上有時候 我都覺得說長輩的一句話 他簡單的一個觀念 一個理念 然後讓我這一輩子 可能是對我的影響 是終身的 而且是讓我終身難忘的 這樣子 不過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現在目前台灣有一位 很強的女強 你叫陳文倩 那他有講過說 你的權力要跟男人 這個騙來 是這樣嗎 你覺得呢 你先說 我覺得 我不認為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女人的權力 是靠自己爭取來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一個有能力的人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的權力是漸漸的會增加 會擴大的 所以不一定 要跟男人騙就對了 我不曉得 他講了騙的一個 還是 像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 那麼急 從以前 15年前到現在都是 借力使力 做策略聯盟 來不管跟建設公司合作 不管過去以前 雅資跟一些才一般百貨公司合作 都是要跟很多 面對很多廠商 跟一些 一些這個老闆 面對面 對不對 讓人家對你產生信心 那我想我們自己後來知識 我們自己現在是經營者 你會覺得我們很 看到一個有才能的人 我們會習財 我們會想給他機會 相對的 我在想 我過去跟我接觸的這些廠商 他可能看到這小女生 年紀輕輕的講話這樣 小心大致 然後很賣力 很薄命演出 我也許也可以感動他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是說 有女色或怎麼樣 也許你認真工作的態度 跟你的專業 你可以讓那些 習財的精英者 願意給你機會 就是誠意很重要 我覺得我自己是這樣 一路走過來的 誠意很重要就是 對 你一樣 其實我覺得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很真誠 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 第二個的話 就除了真誠以外 自己的意識力 也相當的重要 因為在這個奮鬥的過程當中 難免會碰到很多的挫折 那麼當碰到挫折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不能放棄 不能放棄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不管 就是實地而後生 就是先做了再說 然後你如果放棄的話 你連成功的機會都沒有 那你世界裡面有真正的 像你們兩位這樣 遭遇到真正的 讓你感覺到真正的挫折 危機的時候 有 一定有 來 靠近去跟我們說一下 好 來 謝謝 謝謝 來 剛剛我們在講到 你的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就是說 像你自己會碰到挫折 讓你最經歷 最遇到的挫折 我覺得讓我在經營上 碰到一個最大的挫折 就是說一個瓶頸 就是說沒有辦法去突破的時候 怎麼樣都沒辦法突破 譬如說我記得 我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知道以前美容 美容這個行業 是比較土髮煉鋼的方式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子做呢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然後譬如說把他的這個 譬如說把他的這個 減重的這個效果提升 然後帶給活人有更多的這個利益 譬如說有健康的這個 長命百歲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很健康的身體這樣子 同時也可以讓他的體重 維持在一定的標準體重裡面 在那個時候是真的是蠻苦的 那時候是介意就是說 到底是要繼續做下去呢 還是要放 就是說還是要放棄 如果要繼續做下去的話 勢必一定要經營出自己的一條路出來 那如果維持現狀 那就不必了 那就不必了 退出江湖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覺得 你以前有沒有跟你的那個先生 下去討論 有 我那時候有跟他聊 他其實他也有時候會跟我聊一聊 因為他自己從事醫學工作嘛 所以他對這方面的話 他也是會給我一些意見 那時候他告訴我一些方法 這樣子 他說如果他打個皮方嘛 他說像我們王永慶伯伯爺爺爺 他就是他不是醫生 可是他一樣可以看醫院 他可以請一些專家來 那是不是你也可以去請一些專家來 這樣子 這點醒我了你看多好你看 所以這重要是說 你企業發展要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專門的專業人士 專業的人員 對 譬如說像我們公司裡面有 營養系 食品營養系畢業的 譬如說有檢驗系畢業的 有護理系畢業的 有要學系畢業的 一定要有這四種人 這樣子 所以人家來的 等於為你所想 不過譚小君好像也是同樣 不過你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碰到很重大的挫折 我感覺如果說有碰到重大的挫折 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是 我覺得 我覺得不曉得是 就突破了這樣 還怎麼樣都 只要能夠解決 能夠承受 大概就不需要挫折 那當然你整個 不管是你成長或你做事業 一定會每個階段或 常常會碰到一些難題 一些困難 但是那個難題過了 你就長大一點 長大一點 就是你要一直不斷的 面對這些問題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沒有你就不要做老闆 所以那是EQ很重要 EQ很重要 EQ很重要 那時候你要怎麼處理 比如說你在 你看到這個挫折的時候 你自己怎麼樣 來控制你的情緒 或是說你怎麼樣去 宣憲你的情緒 那是怎樣 方老師剛剛講過 就是說沒有後路的 對 那很多女孩子她會有 她自己很多反彈 是因為她很多後路 因為不是老闆 她可以說工作不愉快 我換個工作 或者說我今天工作不愉快 我要遊學 工作不愉快我可以家人 因為他們很多後路 對 那我今天沒有辦法 我已經電開下去了 我沒有資格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 去什麼有錯 去什麼 沒有資格去想這些問題 就是面對 其實我覺得 對 其實我覺得亞軍剛剛講的 一個重點就是說 一個是電開下去了 一個是家裡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後路 對 因為家裡的經濟情況不是很好 所以整個財產一定都壓下去了 所以就是說你做了 你開了這個店之後 你一定要讓它成功 對不對 對 所以壓力是越做越大 對 關鍵在家庭 你一家店不做的時候 還沒有關係 對 因為你只有可能五個員工 會有六個員工 對不對 然後你在做的時候 你在過像五年前 五年前我只有雅芝十幾家店 我可能只有150個員工 100個員工 那我現在有400個員工 我的客戶有好幾萬人 我要為他們做耶 我已經拱到檯面上 我能夠不做嗎 不行 我現在都在說 看戲的要刷 你知道嗎 做戲要刷 看戲就不刷 所以說的是 你才不會來的 一定要做下去 責任 責任很重 因為對內要對 對內的話 要對這個員工負責 對外的話要對面對的是顧客 要對顧客負責 對 所以現在 做到現在十九年以後的今天 我覺得已經不是個人的利益的問題了 我覺得是一種自我 社會責任 對 社會責任 還有就是說自我超越跟自我實現 就是不斷的讓自己 每天就是成長一些這樣 我整個家庭不是吃飯嗎 剛才在說 做到現在來一定要做 做到底 就是沒有退路了 我們如果講什麼社會責任 很多人也有一些冠冕彈話 可是我告訴你們是真的 是真的 到那個時候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你底下有這麼多人 是真的要靠著這個企業來吃飯 所以真的要頂下去就對了 真的 不過你 我兩位就是 兩位都是很強 但你好像不太願意做你強人 是不是 我不要 我要做笨女人 為什麼要做笨女人 做一個人看 有必要聰明 但事實上不會這樣子 我知道你們兩位的這個 我曉得像你們的先生 叫你們兩位這樣子 你的企業在哪兒大 他們之間會不會壓力 或是說他們跟你們之間 怎麼樣的一個互動 我跟我先生 我跟我先生 兩個人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其實他都做他的 我做我的 因為他自己的這個 醫院的工作也很忙 那我回家一定是不談公事的 回家不談公事 一定不談 我回家絕對不談公事 因為我覺得不要把公事帶回家 這樣子 那 那麼呢 我現在從來不管公事的事情 這樣 所以你們兩位 比如說你們 我們就談情疏愛 啊 真好名 自己談自己的這樣子 對 回家只談情疏愛 不談公事 那你們怎麼會說 你們怎麼會說 不會想要管你的事業 怎麼會 其實不會耶 我那個先生真的是很好 我認識他20年 然後結婚十幾年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兩個就是 我們只要花說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大概把今天的這個 整個那個過程 還有覺得很快樂 很開心的事情 然後跟對方分享 或者是說 今天覺得哪個地方 比如說心情很低潮的時候 告訴他為什麼會低潮 就這樣子講一下 我覺得就夠了 我覺得是生活的品質很重要 而不在於說這個時間 一定要很長 就好比說有人跟我講說 為什麼我 我記得兩年前 我現在還在大醫院上班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 電話總機小姐說 從來都沒有接過 書醫師太太的電話查勤 我說我自己都沒時間 我自己的時間都不夠用了 哪有時間去查勤 她有自己出國兩三天的經驗 她突然想起來 我老公在家裡 快點跑進去 真的喔 我有一次出國 然後到了最後第二天 要回來的時候 我才想到說 我好像這一次出國 好像還忘記告訴她 後來我從國外打個電話回來 我跟那個我們福倫社的幾個女孩子出去玩 然後那個陪他們去散散心這樣 然後那時候去 只有去好像四天啦 四天 然後我到了第三天 我在想起來沒有跟我先生講 然後打電話回台灣的時候 他說 對啊 我也 我先生說 書醫師說 對啊 我也覺得奇怪 怎麼這兩三天都沒回家睡覺 為什麼人都不見了這樣 不然你這科夫是很信任的 不然這不得了 我先生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人 不是 其實你用幫忙去也不可能 沒有 我先生那時候是想說 他想 可能我到中南部去出差了這樣子 那他是一直 因為認識太久了 實在是 對 真是知道 你說你在變什麼樣子 他都知道 可能他沒有魅力的這樣子 你看他都不擔心 你看 變這樣了 那樣 問潘小君的 潘小君妳的婚姻生活 我可能是因為我老大嘛 所以我從小都是去照顧別人 就是已經很習慣去扛一些壓力跟 所以其實我蠻期盼的 也蠻希望說 有一天我可以 剛剛講的笨女人 不要當溫柔女人 寧可當笨女 讓很多人來照顧 在工作上 我希望能夠找到很多好的專業經理人 那在家裡我也是希望 那我想我現在的婚姻就是 說實在 我覺得蠻幸福 你剛剛說只是談情說愛 我們在家裡玩捉迷場耶 玩捉迷場為什麼 就是樂趣嘛 生活樂趣 我覺得 那其實我的工作家 就是先生並沒有管 真的是沒有管 就完全很獨立的 但是我倒是很希望他能夠管 我真的很希望說 因為他所學跟我 有一點點相關 尤其是在我們公司 想國際化的時候 因為他是等於 我可以講我現在是一個 貿易 什麼 美國通 當我這個行業事實上 我們知道這種運動的這種 事業是美國最通的 最快的 所以我很希望現在我們兩個 沒有重疊 但是我正常現在只能在大陸 我跟他講說你回來 我們兩個好好的商量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重疊 這次反而他在國外 我們兩個天天打長途電話 討論公司跟家事 怎麼把它mix在一起 那兩個很好 你知道嗎 好 他跟他人家 我跟他吃一個飯 他人家去打電話來 亞軍我們兩個要吃飯 時間這樣 每一天都要吃飯 沒有 我是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我們的公司能夠有 局部能夠互相幫忙 因為他的這個技能 剛好說實在 似乎很欠缺的 所以這個在 我們在這個整個事業 創造過程裡面 我想也 當然也很多女性也想知道 就是說像像你們 這麼大 事業這麼大的女性 那你們在 你們在選擇對象 先自己感受 還是要怎麼相處之道 你自己感受一下 準則 我們以前 認識我先生的時候 才18歲 那時候笨笨的也不曉得 可是只不過就覺得說 他未來應該會不錯這樣子 所以沒有關係的 青菜的介意就對了 因為想說他當醫生 那可能也不會餓死 而且吃喝飄肚什麼都沒有 對 家事又清白 他人家要生日 他人家要生日 很好 很好 是 你們也很好 給你學路 其實我們觀眾的所有的 前面的觀眾的先生 不也都是很好 我覺得是富鄉 我想可能是年紀到了 是 就年紀比較大 然後你本身經歷的 不會 我們還很年輕 不會 反正不是 我的意思說年紀到就是說 不會嗎 我們會很老嗎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你是最有智慧的女性了 所以不是我 是所有的台灣的 所有的女性同胞們 只要在40歲上下人都 包括60歲人都非常有智慧 還沒有 那你這樣說出來 不是 三個開頭的 那你這樣說出來 你要到了一種年齡之後 然後你比較會去包容 我是覺得婚姻本來就是 沒有百分之百的 其實我覺得不能 我在這邊有個看法 我覺得一個女人的一個包容性 跟她年齡真的沒有關係 跟她的家庭教育有關係 真的 歷練 不是 因為年紀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經驗 那我覺得多少會讓你更成熟 然後多少讓你 因為你看事情的角度 會比較多一點 對 你會因為不會看到她缺點那個 你會想她的優點 然後你不僅看到缺點的時候 你會想自己也有缺點 所以你會做一些 那這次只要經過 反而現在像兩位 是已經經過了一個 事業上的一個歷練了以後 反而會事情看得多 年紀 歷練 其實每一個女人 每一個女人或男人 應該都是一樣的 那只不過是說 像有些女孩子十七八歲 你不要看她十七八歲 其實非常善解人意 真的 而且包容度 包容力也很強的 其實我覺得人 每一個女生或男生 不分男女 她的一個包容度 還有她的這個待人處事 應對進退 我覺得影響最大的 應該是在她的家庭 從小到大的那個家庭 就是她的父母 其實她的父母 給她一種行為的影響 這樣子 因為你都知道我們人 由於像小孩子 你看 小孩子她的大腦裡面 就像攝影機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的這個女孩子 跟這個男孩子 她在拍照那個姿勢 會跟她爸爸很像有沒有 那個講話有沒有 沒有啦 我比這個姿勢 那個動作 那個動作會很像 真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 所以說我看她 看一看就知道 我這個是不是 真的 真的會很像 所以我覺得那個什麼 小孩這個人 每一個人的這個個性 跟她的這個家庭 真的有很大的這個 這個關聯性 對 所以說得很像 不過我知道就是說 唐佑君女士屬於這種 外姓 叫她 黑韓吉 黑韓吉 她自己本身 其實妳本身的出生 也不是說一開始就很有錢的 妳們小時候 都有經過一段這個 小孩的心 因為那時候 我媽媽本身人嘛 那時候嫁外姓 嫁老婆 沒有說一個什麼 黃金戒指都沒有的啦 都沒有喔 真的 因為就是說 比較長腳嘛 那時候哪有嫁外姓人 外姓人... 就有一點牌子 在過去的時候 我聽我媽媽這樣說 可是最後我外婆 我們家就是我那些舅舅 那些阿姨 都很肯定嫁對了 因為事實上我爸爸就是... 我爸是一個很好的父親 他到現在喔 我爸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回家睡覺是我睡得最安心的一天 然後到現在我結婚怎麼樣 我每天還是打個電話要報平安 因為我知道我爸的個性 我打這通電話 他會睡得比較好一點 我們是一直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人家這個一般 不一定說要出生很高 出生... 出生平平常常的 所以說妳家以前也很生 這樣啊 其實我還蠻羨慕他了 有一個爸爸可以打打電話 我們是三歲以後就... 還來不及學打電話就... 他就過世了 對 所以真的是很好 人家說孝順真的很重要 所以妳兩位真的實在是... 有父母也很好 不怪就在那裡 就像什麼青年開模什麼的 這個實在是 都要白手指教好好做 要開始真正配合 來 我跟妳講一下 來... 謝謝... 謝謝... iPhone 2200 一副社區電台 這邊整個出體感很好 對 沒有錯 來... 這... 很好的美女 不然妳不會讓妳出去 所以妳連這個 我剛剛跟妳們要求說 我一定要喝果汁 好... 因為... 因為妳要懷孕了 不然妳小孩都變醉過 變醉過了 好漂亮喔... 漂亮的心頭太焦了 一生出來它就醉了這樣子 來... 先乾一下 來 來祝我們張老師 是... 祝亞軍 是個健康寶寶 祝亞軍越來越年輕漂亮 我真想 都沒有住 我奇怪 我這個Bartenter 是怎麼讓妳看不見 你不能再住了啦 因為妳本來就很帥了這樣 非常感謝 這個中文可以再說話 沒關係 我們再重複一遍 好啦... 原歸正傳 不過我知道是說 像妳的這個麥丁峰裡面 像妳的麥丁峰裡面 她有沒有發現過一個 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一個胖流嘛 這一切都是真的那個... 有沒有... 很胖有沒有... 短短幾個月 是... 所以因為這個... 瘦得太快了 所以變成這個... 聽說心臟病 然後人家就傳說... 我覺得版本有很多 聽說有一兩百個版本 有的人說是她阿姨 有的人說是她同學 有的人說什麼 她當場看到 講了一大堆 是... 那事實上這個... 那時候我聽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說 怎麼可能... 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 要請教妳 事業奉上這種危機的時候 妳怎麼處理 我在那個時候 第一個我是先確認說 她是不是人還健在 因為我根本不相信說 這個會是一個真的 所以我那時候打電話去的時候 我聽到是她的聲音的時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很高興 這些人會放這些謠言 因為人家說誹謗嘛 那個什麼... 毀謗的話就是有一個是非的非 然後一個謠言的... 一個言... 講話那個言語之言 我知道不是非的非啦 對啊... 所以就是說 所有的這種謠言 都不是真的語言嘛 不是真的事情 那在那時候我就是... 當然就是第一個請她出來嘛 因為我就會請... 請這個主角出來就是澄清 那證明說她是還活著 而且很健康 是... 那麼那時候幫她拍了一個... 那個... 廣告片 就是在那個元氣 妳說什麼她是雙胞胎 都是... 對啊...都亂講 反正什麼版本都有 我是覺得就是說... 沒有...這個是... 沒有... 因為有這樣子的謠言 所以我更證明 妹鄧峰真的很紅 紅到人家用這種手段這樣子 可是我相信這個... 這個case之後你可能更紅對不對 是啊...妳慢慢... 這叫因禍得福嘛 是不是 趕快來... 這個唐恆軒 她也是把這個播放好 是因為不知道說妳用起訴 什麼... 胡說八道啦 沒有... 那個其實就是經營事業 難免會碰到一些問題啦 是 那像妳剛剛說那個起訴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浮華 浮華這個... 長春路的浮華百貨 我們二樓有個門市嘛 那因為太大聲去跟我們... 插到 插到 插到因為這個門市是想浮華合作的 跟浮華合作的所以說 我們就算要結束它 我們需要把我們的一個 全力義務先講清嘛 那現在我們一開始在早點了 後來就被這個租戶檢舉啦 那當然就是浮華對浮華來講 我們今天在這個節目不能講什麼 那可是... 在過去的... 對外的名字就是雅汁 所以你變成... 你最後也沒有辦法就是自己要去承擔 那這個過程中 有引起一些記者的好奇嘛 那我個人認為我覺得 其實做事情難免會碰到一些問題 一定... 你不要做 你做越大 越大你就會... 危機有可能會有罪 因為引人注意 都不會抓白人抓 你就會什麼事情 你當頭就對 所以我認為是平時就要去注意它 平時去預防 比較重要 但一旦發生我覺得 只有一條路就是勇敢面對它 不要講謊話 真的 因為到最後被人家拆穿更難 就是說你要很誠意的勇敢去面對它 只有這個辦法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 就是說讓時間去淡忘 對 以前人家說 水若拿著一頭就浮 是 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要主動澄清 因為有時候有些事情是 脫了越久越不好 對 這樣子 所以要看事情的一個輕重 對 不過我們現在有一個工作回來 是說 兩位都已經... 你這樣... 力競蒼蒼蒼 沒有啦... 我很年輕 你剛才話講一半就吞下去了 沒有啦 我說力競這麼多的事情 對 這麼多的企業 你力競裡面 你的經過人生哲學 像你對待員工 或是你對待你周遭的人 是你... 人家說得簡單 左右民一句 這樣是三個月 其實我覺得這個分兩個來看 一個的話就是 我在工作上的話 我有三部政策 那三部呢就是... 不知不求不據 不是啦 不是啦 再說他正經事了 不要說這個 就是... 這個三部政策的話就是 永不妥協 永不放棄 這樣子 還有一個 永不妥協 永不放棄 另外一個 漁夫家 你來家 永不關門 永不放棄 對 永不妥協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我對於這種人生的這種 對人生的這種價值觀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 工作就是要負責 那麼再來的話就是要熱忱 然後要真誠這樣子 對 這是真的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人 其實不管你做什麼行業 大家在做了一個 有一個共通性的一個行業 就是人際關係的行業 因為現在的這個社會 人跟人之間 這種接觸頻率太高了 是 所以人際關係的維護 是真的相當的重要 這非常重要 不過還是要真誠待人 對 要很真誠 要很熱忱 講解是不行的 那當然 來 雅君呢 我想我自己 因為講三部 我就開始我要用什麼 我藏那個左右名了 其實我自己藏那個 就是因為做很多事情 都會碰到一些困難 不管是人際相處 或者是對事業上 所以我聽說 吃破就是吃苦 不斷的告訴我 經驗是最好的老師 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在生意上 我要怎麼去尋找商機 創造新商品 我告訴我自己 你能夠方便別人 方便別人的不方便 你就是有生意的機會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沒有錢去花 去一直開店 不是財團 所以你要讓自己保留 很長的實力永遠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員工講 我也自己告訴我期許 就是不怕被人利用 就怕自己沒有用 我歡迎很多行業來利用我 然後幫助別人之下 給自己一個生存之道 這是我自己常常在講的一些作用 兩位都說得很好 謝謝兩位 謝謝… 現在先給我們撈一下名字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來 我剛剛那個你都不補 你不補我本來要補 永不退縮 因為我的三不撐 這個還有一個 來 簽 現在我們在回號聊 我要告訴你 可是你找我喝果汁 來 你不知道要簽哪裡 你剛剛說要進酒 這樣… 這樣還在錄理你知道嗎 真的嗎 真的嗎 不補一條 來…你們兩個簽在一起 來… 謝謝… 真的嗎 現在還在錄嗎 對…還在錄嗎 還在錄嗎 錄都不要給它撿 來… 來… 謝謝… 謝謝…